这个女人身体每一天都在上升,她即将冲破天花板,她的丈夫不得不把天花板拆了,她的丈夫用绳子绑住女人的脚,丈夫不想女人离去,但女人痛得流泪,突然女人的脚踝被绳子勒断,她的女儿不得不将绳子割断。 几天后,女人已经来到了屋里,女儿给她准备了食物和水,女儿跟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,丈夫在一旁沉默不如,就当电梯下降时,丈夫控制不住自己,紧紧地拥抱住了女人,随着女人上升得越来越高,女人的食物和水已经消耗殆尽,女儿的生活变得很糟糕,女儿意识到生活不能没有母亲,丈夫和女儿接到了女人的电话。 此时女人已经来到了大气层,女人说她们是她的骄傲,丈夫最后时刻对女人表达爱意,女人消失后,丈夫和女儿也懂得好好生活了。 如果你爱你的母亲或妻子,请在评论区评论或者订阅,她的身体每天都在上升,丈夫拆掉天花板,试图留住她,绳子却勒断了她的脚踝,几天后,她已到屋顶,女儿为她准备了食物和水,并做了最后的告别,随着她升到大气层,她打电话表达爱意和骄傲,她消失后, 丈夫和女儿学会了珍惜声音,看着感人至深的故事,体会爱与离别的力量。 这个女孩一出生就长了猪鼻子和猪耳朵,吓得母亲惊声尖叫,母亲带她去见整容医生,医生说她的猪鼻子上有个大动脉,没有办法整容,女孩变成这样,是因为家族收到了邪恶女巫的诅咒,这个诅咒只有真爱之吻才能化解。 于是,母亲对外谎称,女婴已死,将她藏在城堡内,等到女孩长成女人时,母亲就为她准备了多次相亲,可每个见到她的对象,都被吓得魂飞魄散,纷纷跳楼逃跑,管家怕小姐的秘密被泄露,急忙冲出去让他们牵风口协议。 可她还是遗落了一个人,男孩冲到警察局,说她碰到了一个长着獠牙的猪怪,警察却以为她是精神病,不相信她说的话,天价的陪嫁都没有办法找到真爱,于是女孩选择离家出走,没想到她因为奇特的外形,成为了有名的网红,有个富家子弟,为了得到名气,居然向她求婚,女孩刚开始答应了,因为她想变成正常人,可在结婚的那天,她放弃了,就在这时。 原来,女孩只有在彻底接受自己之后,才能变成正常人,女孩将草莓放进男孩的肚脐,沾了一层巧克力酱,才美美地享用。 没有女孩能抵抗男孩的魅力,因为她是一个巧克力人,看电影的时候,左右两边的女孩都在咬她的脸,看到有女孩在哭泣,巧克力人送给她一只耳朵,她立马就不哭了。 巧克力人来到医院,她的血液是浓浓的巧克力酱,护士们都很喜欢。 接着她又来到健身房,女教练也被她的香气迷住了,对周围的肌肉难熟视无睹,于是,巧克力人送了她一块腹肌。 很快,巧克力人就找到了女友,每次切水果时,她都会给热情的女友一块巧克力。 当然,对于巧克力人来说,一个女友是不够的,她开始四处发散魅力,掰断鼻子,做成巧克力血,撒在女孩的冰淇淋上,把自己的手送给女病人当礼物。 慢慢的,巧克力人拥有了很多女友,每个女友都很爱她,巧克力人也与路均沾。 每当她走在路上时,女孩们都很疯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